大家好,我是大盘,欢迎来到本期的大盘摄影 那今天是过年开工第三天,我们去从南京南战去山东济南的西战 去客户那边,给他进行一个实名拍摄的指导,直播的指导 那今天我带了一点我们南京的特产,燕翠亚 大家知道,南京没有一只完仔的鸭子,都准备来地 好,现在我们上车 小蜜蜂 位置 那个地方我就需要有一个突出的产品 或者说是一个标志性的东西 所以它会属于大型视角里面一个很突出的点 看到没有 就是因为这块亮嘛 然后第一视角会在这里的话 你就尽可能去放一些 就是跟我们这个产品和相关的影响的影响 这个有没有撑的吗 四个项目 对,而且咱们店铺是支持新链铺 不需要用这种担心 觉得铺满机的双身效果不好了 MCE和MIC1和MIC2 如果你的移民口接到哪个口里面去 长按这个开机键 这样开机键 然后这边也一样,长按开机键 它会有震动提升 推出去之后 你们每一次只需要打开所有设备之后 然后打开之后呢 按照原有的逻辑 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我这里演完开机键以后 借给大家看个大的 这个大的是我们这一个卖的最货的一款产品 这是哈利波特收到的这个礼物光人两千 这是成就了霍格罗斯学院的一个 传奇的 给大家看看这个细节 黄铜的配件 黄铜的五丁件 非常非常漂亮 给大家看看这个流动 这种天然的这种 你像这种结疤呀 或者说这种柳条这种质感 只有天然的才有 好冷啊 这个灯笼好可怜啊 这个地方一定要卖你 看看我们的大潘老师 看不像八十岁的老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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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吧 起南行已经结束了啊 我们现在正在准备回去的路上 来的时候另一个特产 回去的时候客户变成两个特产了 咱们山东人到底是好客哈 嗯 嗯 插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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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怖ota 嗯 嗯 嗯